对股市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都是觉得 美元就会疲弱 而且利率是很低 美元差不多大概0% 所以造成也是很多油资 就是让你借美金 然后跑去买股市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所谓 我们英文这样讲的carry trade 就是觉得还是有这种的 的油资在那方面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是觉得 美元的弱势呢 是会严重去年这样弱势 持续下去 可是今年年头呢 就是前两三个月了 就有一定的访谈 所以要是在这方面呢 在美元这方面 就有一点点的偏差 对我们的预想有点偏差 不过等下我们再讲读一点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亚洲的货币 亚洲货币 我们普遍上今年呢 是觉得会看涨的 就亚洲的货币 亚洲的货币 因为呢在今年呢 就是从去年开始啦 因为那个亚洲的出口 一直在增长 一直在增长 可是呢 增长的时候 就很多国家 都是他们因为收美金的嘛 对吗 所以收美金的话呢 他们的货币呢 就已经有潜在 升值了 升值的压力 可是呢 很多的出口国家呢 因为他们要对自己的那个出口 有一点点的竞争能力 所以他们都不要他们的货币增值 不要他们的货币增值 可是在一个环境之下 就是说你的出口一直在增 一直在增 一直在增的时候呢 你的货币也是一直在增 可是因为国家 不要有增值的压力 不要有那种 失去金正的压力 所以他们就 把他们的货币一直在压 一直在压 一直在压 可是我们普遍上觉得 今年呢 如果 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呢 人民币升值的话呢 亚洲的货币呢 就会升值 所以我们的分析师也是觉得 那个人民币应该会升值 应该会升值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货币 亚洲货币升值是有希望的 另外一方面呢 那个亚洲货币 为什么股市也是有影响呢 就是说了很多呢 外国投资者 就是说你要是你买 亚洲股市的话呢 要是有货币的 升值方面的那些回报呢 大概 我们大概平均再讲 5%这样子 所以在货币方面的回报呢 也是大概有5% 再加上你的股市的回报 所以呢 大概也是蛮可观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要是说每一个外国的投资者 比如说美国啊 国中投资者 要是觉得那个货币会升值的话 他们也是会把资金 想转移亚洲 所以呢是觉得亚洲这方面呢 也是有 对亚洲股市政有很大的关注的 另外一方面呢 在油价方面呢 我们是觉得 预想是大概70到90之间 70到90之间 在目前为止 第一季的方面呢 大概是 经历先 昨天大概在82 所以大概是在这个 这个范围里面有种 大家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呢 油价去到147块的时候呢 跟着呢 就有那个经济衰退 当然啦 就是说 是不是因为油价去到147 然后有经济衰退 或者经济衰退 然后油价再下降 这个是 这个是 可以讲 两方面都可以讲 不过呢 要是我们是觉得在平均方面呢 油价呢 会不会去到147块 再多一次呢 我们普遍是觉得是不大可能 因为那时候呢 在2008年的时候呢 有很多很多的投机 投机呢 投机呢 是在油价 是在油价 可是要是投机者 又在把油价推到147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可能会再来一个经济衰退 所以我们普遍他觉得 那投机者可能没有这样笨 再推多一次的话 然后经济衰退 然后永远不会 而且现在的投机者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可以去投机了 就是金价 所以要跟你说 那些投机者呢 去把金价推到2000块 也是对经济没有影响 对经济 可是要是你把油价推到147呢 对经济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普通呢 觉得那投机者 会再奔 再再推多一次 那油价有没有可能再回去40块 我们去年有一个时候去到40块 然后40块的时候呢 然后40块的时候呢 我们是觉得除非 除非再有一次经济的衰退 然后油价可能去到你的时候 所以在这方面呢 大概70到90之间呢 是一个一个 range 就是觉得在这个经济增长的状况之下 就是不是说很强 然后再回再复苏的时候呢 70到90呢 就是一个一个空间 那油价在这个方面呢 70到90对股市 对亚洲股市好还是不好 当然是好 就是说还是能够再推动 然后在物价方面 也不会说把物价指数提到太高 所以70到90呢 就是一个非常比较好的一个距离 所以股面上在这方面呢 亚洲股市是应该上升的 就是说你的经济不输 然后你的油价70到90 然后那个亚洲人民亚洲货币升值 在这方面呢 是亚洲股市应该是会升值的 另外一方面呢 股市当然是要看股价 因为要是一直有增长有增长有增长 可是要是你的股价偏高 像楼市这样一直有增长有增长 可是偏高的话 还是有没有人再进去买 所以呢 股市呢 市场价格到目前为止 也是非常的合理 就是不是说很低 不是说很低 也不是说很高 所以大概在平均线 所以我这个是 远期市盈率 就是我们所讲的PE Price Earnings 就是市盈率 大概是在12.5 就是在平均线 平均线 所以不是很高 不是很低 所以要不要进股市呢 就是说除非你说 你要等到下面一条线 就是很低的时候买呢 我们是觉得是不大可能 因为到那时候 记得大家去的 2009年去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很多人还是不觉得 还是觉得可能会再更低 可是去年 今年如果再发生多一次的时候 或者很多人都会感受精彩 就算在去年 刚刚三月 五四不是有一天 也是下得蛮厉害 过两三天 就已经很多人会 已经差不多低了 差不多低了是吗 所以我们是觉得 再下去是不大 不大可能 就是去到下面那条线 然后去到上面那条线呢 也是觉得比较难啊 比较难 因为在这种 在经济很不明然的时候呢 还是觉得 在这个线 现在在平均线呢 是这样难合理 所以呢 在选股方面呢 可能要多一点用心一点 就是说选股不要选太偏高的 因为那个风险是比较高的 然后呢 大家所期望的就是 如果我现在进场 我大概有多少回报 所以会不会说 可能 可能 下调或者什么 我们 我们在讲呢 股市呢 大多数有盈利增长的支持 所以你有盈利增长呢 你盈利增长呢 股市 就会有支持 所以要是它的股价 不是偏高的话 所以刚才讲到 是说股价偏 现在是蛮合理的 一个在一个平均线 然后今年呢 因为是复苏年 复苏年呢 你就有盈利增长 如果是因为盈利增长的话 你的股市就会受支持 所以就是说 如果是股市下调到很厉害的时候呢 你的那个股值呢 就会很偏低 很偏低的话呢 就有很多人就想进场 因为有盈利支持 就是这样 所以今年呢 我们是觉得盈利呢 大概有15%的增长 所以你有15%的增长 所以股价还是合理的 所以可能有些 有些财政专家 可能觉得 哦 本来应该有30%的增长 可是30%的增长 你就要觉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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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